我 我想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太初 对不起啊 感情里没有对错 只有愿不愿意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了 我的大部分人生 都在路上 从来没有因为某一个人 停下过自己的脚步 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过 自私的占有 直到遇见了你 谢谢你能送我回来 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但是 你似乎总能读懂我 如果有如果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在另一个国家了吧 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 我能和你走遍时间每一个角落 现在 就只能是个幻想了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啊 之前童号之所以会被徐子谦找到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 你早就知道童号是善居好 不是 我是在聚会上看到童号 才开始怀疑的 就是你那次同学聚会 就是你那次同学聚会 那次你不是正好有个重要的会要开吗 对 我提前结束了会议赶了回来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但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 就算你不告诉徐子谦 童号也早晚会回去的 就算童号回去了 你们也还是会再次相遇 我想 这却是命运吧 走吧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就当做是我最后一次送你吧 好吗 谢谢大家